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拉学妹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第一次看的小剑影是骑兵的还是步兵呢 什么叫步兵还是骑兵 我不懂 大胆的看 步兵是说在城堂的地方 好的话好吗 真的 真的 你告诉我他们有什么区别 一个有马 一个没有马 都看不骂的了 看什么 谁看小剑影看有马 有兵吗 有兵吗 那你第一次看小剑影有什么感觉呢 没有其他感受了 还能有什么感受 想把男朋友抓来爬爬爬一顿吗 办法拉学长 我想问的问题是 在清华上学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学妹你好 我是就足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一名理工男 在清华的感觉大概就是 大牛很多 像什么 陈一杰 三号墙 等等的一类大神碾压我们 有一种戏强我弱的感觉 然后就是 计算机系的 男生很多 女生很少 清华园很大 每次出清华园都要骑车 将近十分钟的路程 就是清华的食堂特别多 好吃的也特别多 饭菜还是挺便宜的 清华的麻辣香锅 大概一顿饭吃十几块钱 就能吃得很饱 而且非常的爽 拜托了学妹 前两天在朋友圈风转的一个推送 讲到清华男生身价五百万 不知道在你们心目中 清华男生的形象是什么样的 学长你好 我作为一个清华女生 对清华男生的印象 分为两个方面 好的一方面 当然是踏实 靠谱 而且能赚钱对吧 顾家不会出轨 而且真的是很多社会上的女生 非清华理工男不嫁 所以我也知道 咱们清华男生就是很抢手的 然后呢 当然也有 就是 另一方面的印象呢 有时候会很努力的 清华男生 然后就是戴不动的那种感觉 就是曾经呢 有跟一个清华某理科院系的男生在一起的 就从我们的西门 然后我们要回宿舍对吧 然后当时我骑着电动车 我说我骑车带你回去吧 他说不了 我们就推着车散步回去吧 然后我说 推着电动车散步很重的 他说没关系 我们走一走 吃完饭溜溜溜沉 我说 那要不你先散散步 我就骑着车回去了 他说 还是我们一起散步回去吧 然后我也体验一把 送女生回宿舍的快感 自始至终他从来都没有想要帮我推着电动车 这是一个关于清华男生的案例 但总体来说 我还是觉得我们清华男生真的是身价500万 一点也不虚 拜托了学长 你觉得感动能不能转化成爱情 随便你好 不会的 因为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有个女孩子追我呢 然后我很感动 最后呢 我拒绝了她 对女生应该可以吧 是吧 因为很多势力在这边 都是男生军女生嘛 是吧 最后感动了是吧 然后逆袭啊什么的 都在了 反正女生军男生 都是满悲剧的 满悲剧的 不要 师父 加油 加油 拜托了学妹 我想问的是 你觉得那个不要脸是件好事情 还是件坏事情 学长你好 我觉得嘛 不要脸算是一件好事情吧 因为我觉得就是身边的情侣嘛 然后总有一个先不要脸 另一个人才能追得上呀 其实我觉得不要脸的话 主要还是看脸 就是如果你长得好看 你不要脸的话 我就可以非常喜欢 非常欣赏 如果你长得足够好看的话 我觉得我都可以不要脸的呀 如果男生长得一般般的话 我建议她 千万就别不要脸了 因为她如果不要脸的话 真的很容易被打 我觉得女生的话 还是矜持一点比较好 毕竟男生都不是很喜欢 不要脸的女生 都是越矜持越温柔的 才更招男生喜欢一些 对主要还是看脸 这是一个看脸时代 但是我在这儿给男生提一个意见 就是你们一定要不要脸 要不然会做一辈子的诞生狗 我是个正经人 不要脸的都是我自己特别正经 那我就再不要脸一会儿 你敢再不要脸一点吗 拜托了学长我想问的是 你会不会记忆你的女朋友男给脸呢 因为我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呀 然后我想知道我单身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学妹你好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我从女朋友的角度来说 我不是很建议 因为她们就是普通朋友关系吧 而且我也比较相信我女朋友 喜欢的是正常的男生 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 我倒是不怕我女朋友对不起我 我怕我对不起我女朋友 就是 因为我 我觉得我女朋友的gaming 原子都比较高嘛 但是 我们要是在一起玩的话 就是我有沒有一些潜在的可能性 没有 拜托了学妹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因为我现在还是单身嘛 我就特别好奇就是 男朋友的摸摸哒真的能摸摸大吗